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独庸频道 今天是2024年9月25日第136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长实身地,启德,打核战 这一集我们希望就讲回 之前这个新鸿基要劈价去出货的情况 因为昨天就让了位置 就给这个中国的财务政策 或者是减息政策 所以就令到股市就升得很重要 不过呢,我就想引用回九龙仓那个吴天凯所说的 就是市场还市场,复常还复常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可能 换句话来说,如果今次中国那边的减息 减息还减息,这个劈价还劈价 可能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今天除了要讲这个 长实和新地在启德打这个核战之外 当然肯定会死伤无数啦 至于怎样死伤无数呢 听完我说完出来之后呢 大家再详细想一想 这一段我们香港的股市呢 蜂蕴云起,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呢 持不持续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如果只是短暂的 但元就散的格局的话呢 那就没什么意思啦 最紧要是可以恒久性、持续性 这样对我们香港的股市和楼市呢 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啦 我们在对上的一条片 第1365集就说的 阿爷呢,下药够不够劲呢 那昨天呢就够劲了 那今天够不够劲呢 大家就有眼看的 不过稍后呢,先和大家讨论啦 其实呢,我也说过呢 就是阿爷这次下药呢 我不觉得特别重手的 只不过呢,这个 潘东星呢,他就说过呢 他说如果是不够力的话呢 还可以继续下重药的 那希望呢,令到那个市场呢就可以激活了啦 那能否激活得回呢 就要看看呢,其实这个银行的 即是现在这个金融体系呢 那个执行力够不够厉害呢 就是可能政策呢就用对了那个路线的啦 但是在下面那批人 他们落不落到这个执行的指令呢 做得够不够彻底呢? 如果做得够彻底的话呢 那盘数呢就会英俊好多啦 但是如果后面 有人抽他后腿的 那其实呢,这个做下去呢 都未必效果会很好的 所以大家呢,不用太心急的 因为现在呢 的确是美国减息,中国减息 那么两个水喉都射住我们的话呢 香港现在的股市呢 有一些提振的作用呢 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我可以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为的三折叠机啊 这个呢,原本就说说很厉害的嘛 有四百万人订户 有五百万人订了 六百万人 甚至呢,前一段时间呢 就已经差不多接近七百万人呢 就订户的啦 那你想想 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话 如果只有一个percent 是最有钱 最买得起的这些华为手机的话 因为整两万多元的嘛 真的不是每个买得起的 那么如果是有整一千四百万人 买得起的话 现在接近七百万人订阅的话 就是平均每两个有钱路 就有一个就会订阅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夸张的纪录来的 那么事实上 是不是这个华为的折叠机 是不是真的做得这么好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又不是哦 因为呢,你现在看到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华为这一部的三折叠机呢 一度被人炒到上去呢 是十万元一部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天价来的 就是两万多元的话 你炒贵一倍呢 我都觉得是OK的 但是如果被人炒贵到十万元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些钱呢 就是如果你有钱 你没有地方用呢 都是这样浪费的话呢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愚蠢的程度呢 就是难以想象的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一部手机呢 就听说的价格呢 就每天都不停跌,不停跌 有一种叫做雪崩的效果出现 譬如在这个9月20日开售当天 那这部手机呢 真的可以卖到成九万元一部的 不过两天之后的22日呢 就已经跌到到四万元 跟着呢 去到24日的时候呢 已经跌到下去呢 是跌穿了三万的 所以呢 这些黄牛党他这么说的 他说哎呀 如果你觉得今天三万元呢 那个价钱太低 而不舍得卖出去的话呢 那明天呢 可能呢 就跌到下去剩下两万 所以呢 有些深圳的黄牛党呢 因为呢就买了十五部这些这样的机器 听说呢就亏损了二十万 那就是说他应该不是官方价买回来 他都应该是托上托呢 是托人家拿回来的 那现在呢 炒不起 当然啦 电子东西哦 是不是呢 你以为真的当是黄金啊 股东来炒啊 不行的嘛 那但是又不是只是华为有事的 听说这个苹果的iPhone16呢 在内地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疲远的 那因为呢 在这个二级市场里面呢 这个iPhone的 十六的官方 就是这个价钱呢 已经跌穿这个官方价 就是没人要 那如果是的话呢 应该会在苹果的股价身上呢 就会慢慢反映到的 所以大家呢 就不需要心急 慢慢看一下就会知道的了 不过 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 你见到了 哇 开头今天很厉害啊 今早就一听 但是去到收市的时候呢 又不是一回事是这样的了 因为呢 已经是去到呢 收市只得升了128点而已 那么大幅呢 就个涨幅呢 就没那么厉害了 现在依然是保持在这个19,000点 就是有19,129点啦 成交今天呢 就比昨天更厉害 有成2548亿的 好 那连续两天呢 都说2000多亿呢 非常之好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那昨天呢 2000多亿呢 就是托市上去的 今天的2550亿的成交呢 就不是托上去了 我怀疑呢 已经有人呢 开始呢 就继续来场的了 所以呢 都是那个 成交金额是高的 但是你想想 我们香港的市值呢 应该蒸发了二十多三十万亿的了 那现在呢 抬回五千多亿来的话呢 都不算是什么特别事件 有本事的话呢 看看可不可以托到上去 我第一个水平 就是去到两万点 第二个水平就是 两万两千五百点左右啦 那现在因为都是一个减息周期嘛 所以呢 有很多的 呃 好现象呢 就现在突然间呢 在市场上不断吹嘘了 那所以呢 就这一排呢 如果是帐幅比较厉害些的话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呢 我们要看一下就是 这些所谓的政策呢 到底帮助到内地的那个市场有多少咯 因为呢 那 落弱呢 就应该没有落错的了 就是叫它减息呢 就是对的了 问题就是那个执行的能力呢 强不强咯 如果执行的能力又强 市场上的气氛又符合到预期的话呢 那这次呢 就真的有用了 但是如果市场的气氛是一会儿就没了的话呢 那这一次呢 都是打水漂的多了 所以呢 不要心急啊 这一次内地减息的话呢 这个中央银行都说了 还要有时间减的嘛 那就尽管看看这个刺激作用够不够咯 不是那么快看到的 不会一两天的 所以呢 一两天的升幅呢 我不在意的 我们起码看三四个月先啦 起码看到这个年底 看看什么料呢 才知道到底现在呢 我们香港发生什么事 所以大家呢 不用心急啊 慢慢看 慢慢研究 好 我们在这个美国未减息之前呢 就出了一集 1359集 当时呢 就说着 哎呀希望香港呢 可以捱过这一关啦 那么最近呢 就消息就不断年年地出啦 那么似乎呢 就应该捱得过啊 不过 咯 在这个第1359集的时候 当时我就说了呢 有两条线 我们要看着的 那么第一条线呢 就是说啊 如果好彩这个加息的效应 真的带到出来的话呢 就可以去到两万点 那么如果再乐观点的话呢 大概都去到呢 两万两千点 直到去到两万两千五百点 那么这个呢 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极限的啦 那么我们看回这一次 昨天啦 中国政府呢 就有减息政策啦 其实说来说去呢 那么多的条款呢 加加起来 全部都是一个字 就是减息而已 好了 那么减息呢 就和我们要比较一下啊 就是记不记得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 大概在二三月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就有 切勒这个措施出现了 那么切勒了之后呢 当时来说呢 那个恒生指数呢 培回应该在万七点以下的 好了 那么自从切勒了之后呢 那你都要给他时间消化的啊 那么消化了之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是非常之好景 那么这个好景呢 一路上升升升升 好像这幅图那样 你看到最高位的地方呢 其实不是很久的 大概呢 历时呢 两个多月 去到五月二十日呢 就已经是恒生指数 最高峰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升到去 一万九千七八点 少少以上 那么跟着下去之后呢 就无以为计了 所以呢 你见到这幅图呢 又开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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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但是对中国来说会不会有益处呢 我就不知道 不过一样东西 上次叫做减纳 减纳是一次性 但是这次的减息 美国那边减息对香港来说是属于一个周期性 这个周期性可以多延续两年时间 如果根据鲍威尔鲍sir所说的话 会去到2026年才会停止减息的 如果这个周期真的这么长的话 理论上这次的升幅应该可以持续多些 或者不应该徘徊在太低位的水平那里继续徘徊 可能会上一些 比如大概在19000至22000点 这个水平还浮沉沉沉 当然你说有没有机会像沈大师那样说升到4万点 4万点我就看不到 现在可以收复一半的水平去到2万点 都已经很吻水了 这一段时间我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 哇 不断有些钱不断地涌入来的时候 那些钱在哪里来呢 那些钱可以持续多久呢 那这一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股市升跌呢 其实就没什么大相干的 因为呢 有些消息炒了的话 那升升跌跌当然是很正常的啦 不过我也是那句啦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呢 都是要投资者有信心 信心回来之后呢 就可以升到你不信 但如果信心是不够的话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题材所说呢 就是这个新鸿基和这个场实 会不会因为减息 而大家观望一下 然后呢就不要那么快推出楼盘出来 甚至推楼盘出来的时候呢 都不会说把这个价钱降到很低呢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新鸿基呢 打的是减价战 那先出招 那叫做先升夺人啦 那后面呢 接下来就是你责他的啦 那这两个东西打起来的话呢 那就不是开玩笑了 所以我就说了 这一个在启德里面的核爆呢 哇 一定死伤惨重无数的啦 今早早呢在yahoo那里呢 又看到一段新闻哦 那这段新闻当然是和我们香港的商业地产资产有关的啦 那所以呢 当然是要拿出去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这个消息呢 就来自这个标普啦 发表一个报告啦 他说办公室呢 这个供应过程的情况呢 现在就仍然是存在的 那以及呢 是来自内地的地产呢 市道低迷情绪呢 现在呢已经是呢 那个慢慢扩散 就是说扩散到来到我们香港这一边啦 所以呢 是将来呢 继续呢 对香港的商业的地产行业方面呢 是会造成压力的 那这一样东西我不否定哦 就是说 就算你减息 就是你刚刚吃了药 你都没理由这么快见效的嘛 你总有一段时间的嘛 不过 这个标普 他是这么说的 他因为呢 本港的银行贷款呢 有充足的审批和标准 那我们香港的标准真是高一点的啊 所以才有call loan这一件事嘛 就是银行呢 要保障自己嘛 到时到后call loan就call loan 最重要是令到银行安全度过嘛 那么风险度呢 应该就可以受到控制的 以及呢 有这个严格的监管啊 所以本港银行的商业地产资产的质量方面呢 如果显著恶化的话呢 其实这个情况 都是可以控制的 尤其是特别大的银行 那就是我们香港的四大银行 比如说中银啊 汇丰啊 恒生啊 渣打啊这些等等啊 那么标普呢 就预期啦 他说今年呢 银行的客户贷款的信贷损失呢 大概呢 今年和明年呢 大概是0.4%至0.5% 那么要看你借出去的那块钱有多大 有多大块 那么大概呢 就有半个百分点呢 就会是有这个叫做贷款上面的损失咯 那么不知道多不多了 不过他说和去年比较都是0.5%的话呢 情况就应该没有怎么恶化到的 那么本港银行的住宅按揭方面呢 应该可以继续保持的 但是标普呢就说今年来呢 香港住宅的市道呢 无论如何呢 都还会继续跌到5%至10% 那你记住哦 我们今年虽然说接近年底哦 但是都还没完结的嘛 还有一季要熬下去的嘛 那么明年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希望呢如果减息的话呢 真的可以帮助到啦 那么在第1362集B的时候 我们就说四大家族呢 他们现在手拿着重货的那些呢 就大家要互相撕杀了 因为时间就不等人的 利息支出呢也都不等人的 那么如果你等钱花的话呢 最重要就是什么呢 趁着个势好 那就要沽货啦 那么所以今次呢 现在看来呢 新地呢拿着的货呢 就最重的 而且呢他有在不同的地方 北角啊元朗啊 启德这些地方呢 都要开拓新的战场 那么打起来呢 哇这场仗就精彩了 我们现在呢去看看 启德那里呢 其实前两天已经有人说了的了 就是说了很多消息了 不过呢 我就再等一等 然后呢 才来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听一听 不过呢 大家听过都不要紧要的 再听多一次都没所谓的 新鸿基地产呢 急匹及袋了 那么现在呢 终于都要出手了 那么第一个出手的呢 当然就是比较 触目一点的大型新盘了 就是在这个 楼花呢 都不足够一年的情况之后 推出来的 就是这个启德的天洗天了 那么这个启德的天洗天呢 他现在邻近呢 就是有一个叫启德站 就在旁边来的而已 那么如果你看回下面这一幅图的话呢 你就会见到呢 对哦 其实真的挺近哦 而且附近呢 都有很多呢 大型的商场 包括了呢 这个小楼 他那个商纸匯 那还没办法 不过呢 就快来推出的了 那么到时呢 啊 旁边前后左右 都有个ASI 在他左边 右边呢 就有这个商纸匯 那么那么多商场的话呢 应该在那里很热闹了 是不是 好了 新地呢 他现在呢 就说 哎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第一批 啊 就第182个单位呢 就推出来 结果的售价呢 就是大概是 一万九千七百元左右 那么其实呢 你说 哇 都还是那么贵 哎 听起来先 因为这一单东西呢 这个地皮呢 买回来一点都不便宜的 那 譬如有一个单位 二百四十尺的 开放式的单位啦 摘实了之后呢 不用五球 就买到了 四百七十六万 那么当然啦 你加上装 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那其实都是贵的啦 哈 二百多尺 那但是没办法啦 那 这一个呢 无论是今次的赤隔啦 和今次呢 卖出来最小单位的 那个价值的话呢 两个呢 都是在这个 这个启德站附近一带的屋苑里面呢 七年来呢 创了最低的纪录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很大获呢 好了 那怎么大获呢 那听着啦 因为现在呢 轮近这个港铁启德站 附近那些二手的屋苑呢 平均普遍呢 都要超过两万元一尺的 喂 那你现在推出这个新盘 都卖一万九千七百元的话 那 新楼都是两万元都不用啊 那是不是可以 可以引起很多人的遐想先 那这个当然是会啦 那还有啊 那为什么说它底呢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倒数回到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左右 当时呢 新地又推出这个元朗站的 这个叫Yohu Hub 那当时呢 就推出了二百零六个单位出来 而且当时的赤价呢 是还高过今次的 是一万九千九百元左右 换句话来说 喂 元朗都卖到一万九千九百元 现在在这个启德呢 只是卖一万九千七百元 都不用 那你说 是不是更加低 这个location更加好呢 这样说 所以呢 新地的管理层 雷霆呢 就形容啦 这次呢 是一个叫核心的超值价 其实就是核弹价 咯 那这个定价呢 他说呢 呃 应该都是ok的 那当然当然有人问他了 喂 你这一次有没有钱赚的 那他说 咯咯咯咯的 咯咯咯 暂时呢 很难计算的利润的 那当然是 都还没卖完 只是拿了一部分出来 那可能后面呢 加上去 其实都应该要开两万多元的 如果不是 那旁边那些二手屋苑 就真的被你害死了 那他呢 雷霆那样说 他说 未来呢 有个selling point 就是哎 还会多次减息的嘛 减息之后呢 供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辛苦的了 所以有提振这个楼市的作用 这块地其实是新地在2018年5月当时买入的 而且当时是用超过251亿元投得的 当中算是中标价之中在官地来说是最高纪录的了 原本这个地皮就想着会有1470个单位 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加了 加多20个单位上去 全盘就有1490个单位 可见的面积高达141万平方尺 如果以这个地价来计算 如果用地价来计算的话 就是要17776元一尺 当然还要加上建筑面积 建筑费用的每尺 你说便宜的都要5000元 那就是要买23元 那如果平均233元一尺的话 这次第一批的开盘是19700元的话 喂 虽然是虽然的 而且当年这个雷霆呢 他就说了 我们这个地皮的总投资额呢 是超过400亿元的 那平均每一尺呢 要成28000元 哇死火 如果要28000元的话 那么这次推出来的单位 大概占一成多些啦 那但是 余下那些呢 就一定要买得贵咯 如果你不买得贵的话呢 你围不到皮呢 就是好像市面上有很多的KOL都所说呢 如果这一次这样的定价的话呢 最后占不完的话呢 这个盘呢 可能真的要蝎住 过百亿 甚至是几十亿呢 怎么都要蝎住走的啦 这样蝎住走 对新鸿基来说 是一种侮辱来的喔 其实这次新鸿基推出来的这个价呢 或者这个时候呢 都是挺适合的 那么要看看他呢 这一次的180多个单位呢 到底可不可以一炮清啦 如果一炮清的话就好了 那么跟着下来呢 喂 李泽他没有理由 等你在打他 他不还手的 他一定会还拖的 那么啊 祥实呢 其实早前呢 他都有个地呢 是便宜的买回来 那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啊 是便宜的 就是如果跟其他的楼盘比较的话 因为呢 当年呢他就用87亿元呢 就买了呢 另一块地 叫做2A区的 那么当时赤价呢 就是6138元左右 那么这个价钱是不是很划算呢 当然是划算啦 但是你说哇 那祥实这么厉害呢 其实他不得了 因为祥实呢 在早前呢 再早之前呢 是都用比较高价的价钱 是103亿左右 也都是买了另一块的 啟德的住宅地 所以呢 这里加加买买呢 这里是200亿来的了 还没加建筑费下去的 不过当时啊 当时祥实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呢 是充满信心的 现在我就不知道 再访问他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得出这句说话啦 不过不要紧 现在我们知道呢 祥实呢 就有两幅地呢 在啟德的附近啦 一幅就贵点买 一幅就便宜点买 现在呢 就看看这两个地盘 合起来之后呢 可不可以砌下这个 新鸿基先 这里呢 有一张很大的地图 这个很大的地图呢 大家要慢慢看啦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清楚的 好了 我们要看看呢 这长实的两个地盘的位置 和这个 新鸿基的位置 其实它们两个就不相近的 不过都是附近来啦 所以呢 这个核爆的威力的话 那在附近就死得更加惨啦 就算不在附近 就是不是说太近的话呢 一样波及到的 好了 我们看看呢 就是这个郭炳联啊 郭炳联的新鸿基呢 它那个史上最贵的地产呢 没错 就是这个红色的圈圈 就是这个1F1这个地区啦 那这个地区呢 就是近这个地铁站嘛 那所以呢 它现在就是靠它自己用料漂亮啦 位置漂亮啦 他们懂得宣传啦 timing拿得好 那我希望呢 这次呢 不用两万元一尺呢 都可以卖得完 不过记住 这个是平均价而已 靓座位 高一点的楼层的话呢 那当然不是两万元楼下一尺的啦 好 但是呢 我们又看看李嘉诚了 那李嘉诚呢 如果便宜的那个呢 就是这个 在下面来的而已 相距呢 你说远又可以 你说近又可以 总之都是附近啦 那这个呢 就一定是便宜的啦 那另外还有一个贵的那个呢 那贵的那个呢 就是那个机场跑道的 那开头 那就是那个小的红色圈那里 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便宜就是一个贵的 如果两个加起来看的话呢 那其实呢 那个平均尺价呢 他可以这一套洩给你 那一套就赚回头 所以呢 两边看的话呢 他 overall 可能也是会赢新鸿基的 那新鸿基呢 就可能比较棘手一点啦 因为他今次只是拿得那十几个百分比出来卖 那后面还有成一千二百多个单位 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说怎么办的 就是现在呢 是这两个打的啦 那李泽巨也都不会给你在市场上呢 抢走他的客人的 因为那些客人呢 买少见少嘛 那你说 喂不是哦 现在是减息周期哦 可能有帮助哦 是 喂 减息周期呢 是有帮助 但是这个帮助大还是小呢 我刚才就给了个图给大家看咯 上次撤立呢 那个 那个效应呢 维持两个多月 整个效应呢 维持到不够半年 那么今次的减息呢 虽然周期长一点啦 但是 人的信心很难说的嘛 你又不知道香港未来又会再发生什么事 那也都不知道大陆那边的减息 可不可以帮助到 说真的 大陆那边呢 我对他期望就更加不会高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他 就是有些观众都说了 喂 很久之前都拿四万亿出来啦 现在拿过一万亿 就是 放水放到一万亿 有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 加上呢 其实他说现在给那些基金的那些人士 或者是那些银行 还有金融机构呢 有抵押的 拿去抵押呢 都可以呢 就问这个政府借钱的话呢 喂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了 那么他在用的都是这些东西而已 但是这些板斧到现在这个情况 够不够得到中国的经济呢 我就觉得很难说 是吧 那么偏向是负面一点的 那么如果是负面的话 怎么那些好的风会吹到来香港呢 他都搞定了他自己那壇先啦 什么时候能顾得到香港啊 所以香港呢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两个世界在这里呢 引爆这个炸弹的话呢 我相信呢 都会死伤无数的 那么最好呢 如果在这个启德这个附近的楼宇啊 如果未来日子里面呢 那个赤价可以去到呢 万百元以下的话呢 那么其实呢 有很多人呢 都是伤亡惨重的 但是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的啦 两个大企业打起上来的话呢 总有一些人呢 是要牺牲的 所以好了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